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 Adverb of Degree in Chinese 中文当中的程度副词 什么叫程度副词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里 好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的原形 那么在好字前面 加一个更 这个更就是程度副词 是一个副词 表示程度的 这边是最好 这个最字也是一个副词 更是一个比较级 就是比较好 相当于英文当中的better 最呢 是一个最高级 最高的程度 相当于英文当中的best 那么这就是中文跟英文的区别 英文的形容词 为了表示不同的程度 它把字形上面 做了一个变形 有的是在后面加1R 更好 表示比较级加1R 有的是在后面 最高级的时候 最高级的时候 是加EST 一般是加EST 那么在中文当中呢 就是这个形容词 大家看一下 始终是不变的 好 好 只是在好字的前面 加上了一个 副词 表示程度的副词 让这个中文的程度 一级一级递进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好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以形容词好 good 为原型 层层递进的 一个程度副词 比好略微差一些的 是general just social 一般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般 这个中文字怎么写 一 般 撇 撇 横 折 勾 横 点 点 撇 横 折 弯 横 撇 那 一般 就是 有一些好 也有一些不好 所以 是一个大拇指朝上 一个大拇指朝下 就是 不好不坏 一般般 比一般要好一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形容词的原型 就是好 就是好 撇 点 撇 横 横 撇 竖 钩 很好 good 那么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我们这边的圆形 就是一个大拇指朝上 就是表示简简单单好 比好要进一步的 是better 叫好 我们来写一下 叫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形容词的原型 在好的前面 在好的前面加一个叫 就是变成better 那么是两个大拇指翘起来的 那就是比好要更进一步 多了一个大拇指 最好呢 是一个best 表示最高级 最高成绩 我们来写一下 最 上面是一个扁扁的日子 下面是横 竖 竖 这一竖要长一些 横 横 提 横 撇 那 最 好 女字旁 右面是一个子 子女的子 最好 最好呢 是表示我们 有三个大拇指朝上 表示在这些 所有的里面是最最好 顶级的 最高级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总结一下 有哪些程度复词 现有的这些词里面 叫 和最 是程度复词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呢 我们从 general开始 一般 我们有时候说 一般般 写两个般 也是表示general just social 好 好是形容词原型 有时候我们也在前面加一个 挺 挺好 或者 这个挺字就是一个程度复词 或者是说 不错 较好呢 我们可以说 比较好 要略微 更好一些 我们可以说 很好 相当好 相当 最好呢 跟最好差不多的 略微 要 层级低一些的 我们有 十分 非常 或者是 特别 特别好 格外好 格外 当然 这些都要加上 后面要加上一个 好字 是作为一个形容词的原型 是作为一个形容词的原型 前面加上这些 程度复词 这些复词之间的 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程度的差别 大家在日常 学习当中 可以仔细体会一下 那么下面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箭头 是反向 就是以好 为反方向推 就是不好 层层地减的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not too good 就是不太好 我们写一下 不 太 好 不太好 就是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 大拇指朝上的是小一些 大拇指朝下呢 是大一些 就是不好 多过于好 也就是说 比好 一般要差一些 不太好 但也不是最不好 也不是不好 就是不太好 还有一些 好的成分在里面 有一些好 但是不太好 比不太好 要程度更差一些呢 是not good 不好 我们看一下 不 好 在好的前面 加一个不 就是否定了好 就是不好 大拇指朝下 不好 比不好 成绩再要差一些的呢 是worth 叫不好 或者是更不好 都可以 叫 我们这边是写叫不好 叫 叫不 好 比不好要更加不好一些 所以我们这边用的是两个朝下的大拇指 表示比不好 表示比不好 一个要多一份不好 成绩再差一些呢 最差呢 worst 我们在中文当中是说最不好 加上一个最字 表示这个程度 是最高级 最 不 横 撇 数 点 好 最不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最是程度 副词 加上一个否定 否定好这个圆形 最不好 是最不好 我们用三个大拇指朝下 来表示 比之前的要不好的多 是最不好 是一个最不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看一下 这边的程度 副词也是同样加上最 或者是加上叫 或者我们 用 反译的 不好就是差 我们也可以说 最差 或者是叫不好 我们可以说 更不好 这个东西更不好 或者是 叫差 更差 比较急 不好 我们也可以用它的 好的反译词 差 直接说差 也可以 OK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